這一期的商業週刊 也同樣環繞著台積電這個主題 封面故事 叫做要揭秘台積電最強的日本聯軍 台積電在日本 應該是已經掀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一個效應 而且這個效應是把整個日本 帶出失落年代 很重要的最後的那個推手 扭轉了日本的命運 我們可以這樣來形容它嗎 那到底台積電在日本 還掀起了什麼樣的波瀾呢 來問問郭真哥 對 我們就走進了日本的世界第一 日本的聯軍去看看 日本因為台積電這個設廠 到底產生了什麼改變 我們都知道日本其實在半導體材料 這一塊其實是佔世界上非常重要的 他幾乎有十五家業者是寡佔市場 有十二家是世界第一 所以日本其實在半導體材料 這一塊是非常強 所以我們走進去問他們說 那台積電來設廠 為日本帶來什麼改變 那第一件改變是 讓日本政府看到說半導體很重要 第二件事 他願意出錢用一個很可怕的速度 來創造台積電 讓他蓋好他 第三個 日本家長也看到 半導體這個行業很重要 是國家的未來 所以願意家長支持很多小孩子 學生投入這個行業 所以這個改變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如果你看開整個日本地圖 我會看說 他其實是一個大復興計畫 在這個台積電蓋廠的過程中 大復興計畫 對 還是用石兆來打造整個矽島 從東北部 包括我們的利基電 其實也跑到日本的東北的地方 去蓋晶圓代工廠 是八千億投資 然後凱霞這些其實也在這裡做 所謂的記憶體 這一塊 然後首都圈 其實三星也進去裡面做研發 然後再到九州 那九州這一次 對日本來講 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是過去從來沒有人想像說 一個晶圓廠可以用五倍速的速度 在七千工人同時施工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代表過去有工程 用這麼快速度蓋好的 其實是北京鳥巢 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用這麼長時間蓋好一個工程 那時候北京是極權政府 在民主政府的體制下 很少有業者能夠達到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裡面 除了訪問的日本年軍之外 包括一次台灣科技大佬 所以像何碩的同志賢 董事長就講說 這件事情讓大家看到一個什麼 第一個 日本的職人文化 是非常厲害的 他什麼東西都追求 第一 包括剛剛等下講的材料 第二個是他的民族性 在這一次的凱基電蓋場 展現出來的 武士精神 或是戰鬥精神出來了 所以他速度是非常驚人 而且那個決心是很大 所以日本的這些企業才說 日本看到了這個投資 看到日本半導體復興 所以看到我們整個島 我們把它整合下來 是十兆日圓系島正在蓋 你可以看到整個日本是鋪天蓋地 都要蓋 再來我們看第二張圖 當然日本要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其實日本也曾經有一個半導體 非常榮光的時代 你看日本 台積電成立的時候 日本才是世界第一的半導體王國 那時候市佔率是接近百分之五十 當然那時候因為美國的關係 所以一路撤下來 D-Rain就變成 D-Rain是三星變成世界第一 然後雖然阿皮達也追證 版本性雄過世的阿皮達 其實想救回來也救不回來 一度日本是百分之五十 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嘛 但是他還是想拚重心 所以剛才把那張圖給統合下來之後 日本想要怎樣 在二零三零年之後 會比現在成長兩倍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占世界百分之十的話 未來會百分之二十以上 所以整個日本的發展相當的可怕跟驚人 那驚人的地方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們是真的走進了日本的世界第一的企業去看看 日本因為台積電進來投資 他到底產生了什麼改變 那我們進去的叫迪斯科公司 六年前我們上週曾經訪問他 那也可以從這家公司的故事看到說 哇日本半導體復甦的速度這麼這麼快 六年後我們再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市值成長七倍 截然不同 完全是不同 所以他現在市值是一照已經比廣達還要大了 那他做什麼東西 他其實迪斯科就在地切割跟研磨機 他成立在一九三七年 一開始創立的是在廣島的武士 他做的是什麼 就是在大河軍艦 專門造軍艦的地方 他們在做磨刀石 所以我們去訪問 在東京訪問他們總部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只會三招 就好像業務一樣 只會攤板斧三招 他只會切割磨 切割磨 切割磨三招 但是獨步全球 你看他全球市債率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就是如果要磨晶圓 切割晶圓 全部都是只有他能做 而且是獨步最新最先進的製程 一樣都是他做的 是 那這就回到童子前董事長 為什麼講說日本什麼叫職人精神 將人精神 那就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做這麼好 我做了八十七年 切割磨三件事情 我投了一千個工程師 所以他不是那種包山包海的業務項目 我就是專精切割磨 就是三招 做了八十七年 他就獨步全球 一千個工程師專門只做這件事情 所以跟第二名差十倍 研發工程師差十倍 接下來公司的研發金額沒有上限 你只要想研發 當然還有一個內部計價 只要想研發提出來 為了追求第一 他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現在研發金額佔他百分之十 所以相當的驚人 但他裡面有一個叫威幣 他就是還是會計算說 我公司為了這個研發 我投入多少內部成本 還是會計價 去計價做員工是不是創造成本 但是他在研發沒有這上限 就是每一件事情 就要追求世界第一 所以你從迪士科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日本的企業 是這樣的精神去做 也難怪他用第一個 匠人精神職能精神加上戰鬥精神 所以日本的大復興是起來的 我再來看第二頁 當然有很多臺灣業者會跟他有關 我舉例子好了 像易秉淳 那就是跟台塑有關 德山化學 矽晶圓甚高也跟台塑有關 所以這次投資跟臺灣聯軍 也會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半導體的復興 有十二個世界第一 那你看到這裡 其實世界第一的 還是都在日本業者的手裡 在材料跟化學品這一塊 所以除了臺積電這個障礙之後 跟臺灣相關的合作也會越來越密切 包括德山是在高雄的林園 在設新場 那聖高就在 也在高雄 那再來還有很 聖高在雲林 所以臺積電因為這個投資案 會讓整個臺灣半導體的產業鏈 跟日本會緊密的結合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那這個是臺積電以後 邁入七百不敗的一個很重要的投資 對臺積電來講 對臺灣的工業來講 這一個很好合作機會 也可能是最快賺錢的一個投資案 最快可能今年就會亮場 臺積電可能就會開始賺錢了 當然對日本來說 這可能是一個半導體亡國 復興的一個絕佳機會